在我们人生事业上做的决定 通常都反映你对生命的某种态度 所以接下来要看的这个工程师 当他转行买包子 开启了包子店的时候 其实是反映他的坚强斗志 我不想要等七到八十的时候 坐在椅子上 想当年如果我怎么怎么 我就想当年就真的是 对我来说是一个 我没有办法说出口话 因为我认为说想做就做 那成与否就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我们的决定就是努力 想努力看看人生还有什么不同风景 这个理由让一个年薪百万的工程师 决定抛下过去 改当包子店老板 西方的汉堡都可以开连锁 开成这样子 我们东方自然的包子 不应该说只是被沦为一个低价格 在决定创业的那一刻起 他对自己许下承诺 所有的原料都要亲自把关 像是面粉只挑小麦中间最好的粉心粉 完全不加防腐剂改良剂 我认为说今天成本是 这个食品的价值 那我付给他给他的价值 是该怎么让他带给人更多的安心 而不是说大家吃个东西 然后他紧张 就是说最后会不会加什么加那么 就算说可能有人相信我 有人不相信我 那我相信时间会带证明 其实我们用时间去慢慢谈 其实进厨房 对邱伟臣来说原本很陌生 之前女友吴佩如的妈妈 经常做包子给小两口品尝 当时正逢邱伟臣想出来创业 欣赏也许可以学着 把妈妈的味道分享给更多人 爱情长跑九年的两人 决定一起圆梦 佩如也找来妈妈帮忙 三个人一起开了人生第一家店 从不会拿菜刀开始慢慢拿 我是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过程 学习用 我不喜欢读书去学习 我喜欢用身体去做去学习 因为我觉得这样还可以得到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一脚踏进陌生领域 要把家庭式的做法 进化成可以分享出去的美味 要下的功夫可不少 怎么掌握面团的发酵速度 延长美味时效 邱伟臣努力找方法 忍耐着在将近四十度 热气奔腾的厨房里 一次又一次的埋头苦练 摸索过程中 丢过上百个失败作品 没听过这条乌耳朵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那时候出来的时候一出炉 整个都像七八十岁老奶奶的脸皮一样 全部都皱掉 心很痛啊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说开门的时候 其实速度第一要快 第二要火力要够 让里面的水蒸气快速跑掉 这样才不会说蒸出来的时候 整个它水气瞬间凝结 你附在包子 沾上包子这么说下去 状况百出 是发生在巷子里的第一家小店 没有师傅带进门 一切都得靠自己 酒店的时候 其实最惨的时候一直忘不掉 一天是卖十四颗 这是我们最差的 因为必定就是在巷子里面 没有招牌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的客人都是必须要 朋友介绍朋友 这样才有的客人 我们都会笑着跟客人说 你有勇气踏进 没有人介绍有勇气踏进来 真的是很佩服 现在还能笑着说这些 但那时可是每个月都惨赔 烧钱的速度快得吓人 几乎花光当工程师辛苦累积的存款 逼得邱伟诚想过放弃这一切 其实失败的感觉不是一点点 是非常的多 几乎从开店到现在 就算是到现在 我都一直觉得很多东西很挫败 因为你自己本来很喜欢吃的东西 变成你要它是你的商品之后 它是一种压力 我自己在过程中 我在尝试口味的时候 吃到最后是拿起自己的产品 可能手会有点抖 挫败的感觉 还包括连最亲的人都不买账 其实我被批评最凶的是 我的父亲跟母亲 我第一次拿包子给他们吃的时候 他们把我咸到 让我觉得我好像 我的包子好像是垃圾一样的感觉 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好 所以他对我是最严厉的 压力带来成长 把家人的担心放在心里 邱伟诚更加努力找问题 就从看起来简单 却最难调味的鲜肉包下手 锁定成本高 品质好的黑毛猪后腿肉 用最少的调味 来保留猪肉原来的香气 那肉用很好以后 发现说 口感又有点太干太柴 我们才发现说 是不是少了猪油 我们自己去买猪的板肉 回来煸煸油 让我们的包子口味 口感会更好一些 那前前后后至少改了 二三十次以上 绝对有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调整 才找到鲜肉包的美味秘诀 也因为邱伟诚太讲究细节 什么都要量化 实事求是的工程师性格 可苦了身边的人 他会要求我 什么东西都要有SOP 什么东西都要 连时间 之前曾经要求我到 我编东西 编猪油 编油 下料 几分几秒 或开了几圈 全部都要记下来 我说没有人做菜 是这样在做的吧 怎么会要求我 我要活 开几圈都要写 我哪知道我开了几圈 他不开心这点 其实我一直都是知道的 我也知道说这样 对他来说很残忍 可是有些时候 要求不够高 不够残忍的话 做不出好的品质 那我的想法是 有些痛 毕竟要经过的 不可能说都不痛 东西就好 还好伙伴相挺 才能让邱伟诚 在困境中坚定步伐 果然用料实在的好东西 不怕找不到知音 在小巷子里 终于做出小小口碑 邱伟诚决定扩展店面 为的是 让不添加人工物的原料 在专业的环境中 延长保存期限 新晋员工 也从包馅料开始 从头训练 换了新店面 压力更大了 员工阿姨 忘不了这个年轻老板 当时给他的震撼教育 现在在店里面 罢我最多的就是 你有时候罢 对 现在有时候 像我们的东西 如果包少一点 量 肉 你这样如果包牛肉 少了一点 他就会骂 不应该这样做 你骂人家这样这样 就不应该有 就应该有那种价钱 就应该有那种东西 对 原工阿姨说的是 有一次因为想节省原料 在一批牛腩包里 偷渡了一个 用剩余材料 拼凑出来的包子 结果被邱伟成 当场抓包的糗事 而且刚好拿一颗 长得特别怪 因为特别塌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拿来吃吃看 然后就拔开来看 刚好就被我脏到 气死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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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里面还有玉米 因为想说牛肉还有啊 只是肉不够了啦 我才把那个高丽菜 包剩的菜 我把花也包牛 他只会去 老人家就是死了 他没想到这么严重 真的是不行这样做 他口吃腹一下 对 就是因为不偷工减料 再加上原物料 上涨的厉害 邱伟成肩上的担子 也越来越重 这下他才明白 空谈梦想可填不饱肚子 邱伟成的确烦恼过 没有合成香料的包子 会被这个社会 所习惯的味觉给淘汰 要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 生存下来 还得拿出更多本事 做什么东西 一定都要到书上做 那多无聊 人生就是要自己 这样乱想乱想才好玩 大家回去找圆顶 石塔的圆顶到底是什么 破解食物的原理 包子的口味可以更多元了 在一次深坑旅游中 激发秋尾城灵感 想到把臭豆腐和绞肉拌在一起 加上独门麻辣酱汁 重口味的内馅有臭臭锅的香气 搭配口感扎实的包子皮 意外碰撞出好滋味 而这香辣臭臭包也成了店里招牌 另外像是鲜肉包 加进半颗西宝特制味噌 和中药酱汁的卤蛋 配上天然的黑糖做成的外皮 甜中带咸的口感 是从秋尾城爱吃的卤肉饭 发想出来的 就到现在我在吃东西 我都还是会去思考 为什么人家这样做可以成功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们它的成本大概怎样 我们都会去试试 现在包子越卖越好了 大家的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 每天超过14个小时耗在店里 秋尾城没喊过泪 以前是精神压力比较重 现在算是身体 体能的压力比较重 比较处烙力 可是这个我觉得现在做起来 还蛮快乐的 好 加油 一 二 三 而快乐也来自努力了大半年 再次送回家的包子 终于没有被退货 我们一直改良改良到最后 觉得满意的时候 再给它吃我爸又终于说 不错 味道还不错 总算得到他们的认可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放下一块石头 知道他们愿意吃 也许离成功还有一段距离 他只想努力让更多人明白 食物的单纯美好 有人笑他无厉头 但秋尾城不在意 至少无愧于心